到2017年世界桌球锦标赛在德国的杜赛朵夫所举行的比赛 我们今天为您转播的最后一场比赛是男单16强 要由韩国的丁祥恩对上香港一哥黄振庭 看在前一场比赛的转播非常的可惜 台湾一哥庄智渊在16强的比赛不敌世界排名第一的马龙 无缘晋级到下一轮的比赛 而马龙继续朝向他的未免之路迈进 但丁祥恩待会要出赛的这位韩国选手 虽然说世界排名并不高 世界排名只有55名 但是在两个月前四月份的桌球雅锦赛 他曾经爆冷门击败过马龙 到最后在冠亚军决赛呢 他才输给了范振东 所以丁祥恩也是有爆冷门实力的 而刚刚进场的呢 是另外一边的阻隔白俄罗斯 的 Sensunov 要对上 另外一位韩国选手 是张继柯是这一次的这个焦点选手啊 结果这提前在十六在十六场之前就被淘汰 现在准备要进入 进场的是韩国选手 现在进场的就是准备要在第二桌来较量的两位选手 黄振廷以及丁祥恩 黄振廷跟丁祥恩这两位选手 我们请球评王李先生来介绍一下 像香港队的黄振廷 他的直拍握法非常的特别 像在现今算是现今少数的直拍握法 然后他在近期也顺利成功的成长为 他们香港桌坛的顶梁柱 却是在近期年 那种稳定的发挥 那种特殊的成长 也是成为他们的香港的一哥代表 然后他的打法 也有中国的小王浩之称 也是直拍握法 然后在近台的反手横握的近台快失能力 有听说也算是媲美中国王浩 然后韩国的丁祥恩 他就是比较属于韩国的传统打法 就是打法比较凶狠 基本上球来就发力 正反手的发力算是非常的流畅 好 这场比赛的主裁判是Duchance女士 现在 正在比赛的不论是第一桌 还是第二桌现在转播的这场比赛 他们似乎也看到 说中国选手张继科输掉之后 所以他们四个一定也会 用尽自己最大的力量 去把握这次的机会 看能不能够去争取 进入到南丹的四强 是 因为通常都是 每一条线 八强啊 八强八进四这条线 都会遇到中国选手 然后现在他们这条线的中国选手 张继科输掉之后 想必他们这四位选手 一定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争取竞技四强 没错 黄振廷跟丁小安这条线呢 在前面的顶着的中国选手就是张继科 现在张继科已经提前出局 25岁的黄振廷 现在世界排名第七名 这一次呢也是排在第七种子 那现在世界排名前四名 分别是马龙 范振东 许昕 以及张继科 那现在张继科是提前出局 画面这位 香港队教练是有活动 是中国总教练 德国良的哥哥 中国队真的是培养出太多 不管是选手也好 教练也好 可是如果没有说的话 可能主播你也看不出来 这位韩国选手他也是中国人 是 出生在中国的吉林 因为中国 他们人才太多了 所以有些人会选择说 想要到陆籍到别的国家去 然后用去从别的国家去发展 当然他要去韩国呢 也宣称自己有这个韩国血统 出生在吉林 当然那边呢就是这个中韩边界 然后现在这场比赛正式的开始 在画面上方穿着黄色上衣的 就是韩国选手丁祥恩 而画面下方 这位穿着深色上衣 但是右边袖子是黄色的 是香港一哥 黄振廷 像黄振廷他要是直拍横握的关系 他就是这样诸如此类的握法 他在反手处理的时候 是拍面比较朝下的 所以等于说他击球的时候 都能够顺利的击球到球的上步 是 所以他在处理反手位的时候 总是能够顺利的把自己的球的速度 能够顺利的把他提升起来 所以黄振廷一开始 所以连下五成连拿五分 黄振廷在连拿六分的情况之下 丁祥恩 有利用比赛规则 每六分可以插一次汉的 这种规则 然后还一还自己的情绪 黄振廷也是香港第一位在三 黄振廷的挂王终于让丁祥恩拿到的第一分 黄振廷在去年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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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dj dj 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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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王正廷剛才主動的進攻 在接觸到球的那一剎那 瞬間調整自己的版型 順利把揮球的線路給帶開了 王正廷現在有四個局末點 浪費了第一個 現在雙方在自己發球的階段 似乎發球的嚴密度 似乎還是沒有 做到非常的充足 還是在自己發球隊發 出台讓對方上手 好球 王正廷剛才非常漂亮的一個反手拍 造成的上炫 他spin 讓丁祥恩沒有辦法應付 在第一局讓王正廷給拿下 歡迎再回到2017年世界桌球錦標賽 男單的16強的比賽 現在在這邊這一個bracket 在張濟柯這個掛掉以後啊 就變成就人人有希望 讓大家看可不可以爭取這個難得的機會 去進入自己想要的四強賽 交手的是黃正廷香港一哥 對上韓國的丁祥恩 黃正廷想要直接拉回來 看出界 丁祥恩在第二局現在取得2比0領先 也許是今天第一場比賽的關係 雙方目前看來 都有不少的非受獲性失誤 現在就看誰能夠趕快抓緊的調整好自己的出牌的節奏 跟觸球的拍型旋轉 第一局是黃正廷先連拿5分 那第二局現在是丁祥恩連拿4分 第二局的局面完全跟第一局相反過來 哇好球喔 丁祥恩突然之間拉開角度 丁祥恩突然之間拉開角度 這場比賽是這兩局看來 雙方打的節奏算是非常的快 丁祥恩6比0領先 好球喔 像黃正廷他在得分下手拿一下的時候 基本上會使用反手多一點 然後在丁祥恩可能會尋求正手 致命的得分會比較偏多 直接雙方打 嗯 這跟黃正廷拿的這種橫板有關嗎 對因為他打橫板的話就自然拍面下手 所以他在反手的時候就很能夠輕易的 把速度被提升上來 好球 好球 不是 就有一個發力 哇 結果黃正廷 三手的推打 出界 打到了王 丁曉恩現在8比2領先 黃正廷拿下第3分 反手的連續推打 造成了丁曉恩出界 好 黃正廷 現在第2局 也有所回應 現在輪到丁曉恩的發球 欸 丁曉恩 在這個時候突然之間 他也有點不穩啊 讓黃正廷又回到這場比賽 從原本6比0的開始 現在讓黃正廷追成了5比8 崔城只落後2分了 黃正廷的2發 欸 可惜啊 像丁曉恩他們這種 韓國選手啊 不論是丁曉恩或者是 贏張濟克那個 李尚書選手也好 他們這種打法比較凶狠的 打的選手 他有時候可能準頭上來的 有時候確實很可怕 但是我 但是如果說 因為 發力的時候 容易發力的時候 有可能準頭沒招好 無謂失誤就多 所以 一方面 你可能準頭到了時候 可能你誰都可以 就是見神殺神的感覺 那可能有時候 你無謂失誤多的時候 感覺就是很容易 就一直都 連續失分了 丁曉恩 被黃正廷追平 剛才是一個非常積極的這個上炫 造成了黃正廷的掛網 丁曉恩現在9比8 一來一往又9比9平手了 丁曉恩也換了一種發球方式 對 現在雙方基本上 都還是先 先以反手半台 的 多拍相似 甚至以反手主動上手之後 然後再爭取 下手發力的機會 所以看到非常多 先以反手對反手的 情勢 展開 來 黃正廷拼牌囉 現在拿到了 橘墨點 哇從0比6落後 黃正廷這樣一路追上來 反而是先獲得了橘墨點 丁曉恩 先救回這個橘墨點 10比10的Deuce 哇直接要往黃正廷的身上招呼喔 對 可是這球丁曉恩 有點太勉強了 像這球 黃正廷在 領過去的時候也有點帶側旋的情況 他還硬是想要去發力做直線的選擇 但現在丁曉恩 真的就放手一搏 還是按照他 就是這種 蠻不講理的打法 因為畢竟那就是他的 技術風格 他就是 不管 有進 也好沒進也好 他也是要必須堅持 繼續這麼打下去 再度Deuce 在Deuce之後連續兩個陣手的失誤喔 黃正廷的反手接球 真的很炫 黃正廷再度出現的橘墨點 改變站位 喔 黃正廷 終於拿下了第2局 13比11 讓黃正廷香港一哥 現在在這場難單16強 取得2比0領先 黃正廷和 韓國選手丁曉恩 在前兩局都是黃正廷拿下 香港一哥 黃正廷世界排名第7名 是這一次香港選手當中 世界排名最高的 而是丁曉恩 世界排名第55 則是這一次 韓國來參賽的選手 排名第4名的選手 在他前面還有像是 陣容職 李尚珠等人 尤其李尚珠 是意外淘汰 張濟柯的高手 所以看來 韓國選手的這種 傳統兇狠的打法 在世界 桌壇上面也算是有一定的殺傷力 是 也算自成一格啦 對 像每個國家基本上都有每個國家的風格 像 前面中國隊可能就是在於前三板的控制 甚至前三板的技戰術套路 會比較強調一點 然後日本打法就是比較快 正反手速度快 然後 韓國就是比較凶狠 那香港呢 香港因為他們 據我所知他們在大賽集訓的時候 他們香港隊 有時候也是會跟著中國隊一起訓練的 所以他們香港隊可能球風也會比較偏接近中國隊 喔這一次 林祥恩 主動打到了黃振廷的反拍 拿下了在第三局的第一分 哇 確實 看來黃振廷出手出手的質量 不論是旋轉或者是 機球過去的彈道這真的質量非常的高 感覺都有一點從上往下發力的感覺 真的就如同你所說的啊 這個有王浩的味道 對 其實像這種 喔這種 這樣子 拿這種紙 主板的一個方式 真的是已經是越來越少了 對 會不會未來成為失傳的藝術啊 也有可能 唉唷 對因為現在 在世界海明前50名來講 確實 似乎也就剩黃振廷一個 是我 自拍打法 那 許欣那樣算不算 喔 對還有許欣 可是他們 左手 對 可是他只是左手 然後整個風格也不太一樣 許欣是比較強調於正手多拍 跑動進攻的方式喔 好球 好可惜 這次正手拍 黃振廷一下拉虎圈沒有成功 終於讓丁曉安拿下了在第三局的第二分 黃振廷現在在第三局還算蠻穩的 對 黃振廷現在在第三局還算蠻穩的 黃振廷現在在第三局還算蠻穩的 因為前兩局 像在第一局的時候 丁曉恩 剛一開局五位失誤就很多 然後大比分的落後 然後第二局好不容易找到機會 開局大比分領先的情況下 然後自己到中段後段 又開始發生了許多受迫性失誤 導致被逆轉 所以讓他這個 情勢 有點 烈勢了 中台相持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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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還是讓主動進攻的丁曉安 獲得這一分 我剛剛這個中台相持相當精彩 尤其黃振廷剛剛 哇這簡直好像從口袋裡面拿出來的 現在丁曉安要 好好的控制住自己的 進攻的命中率了 這一次的發球不錯 騙到了黃振庭 丁小安拿下第五分 現在看起來是香港這邊的劉國棟教練 坦出了暫停 他想要盡可能的拿下這一局 然後取得3比0聽牌的優勢 然後如果3比0領先 這種大比分領先的情況下 也可以使自己的隊員 在出手的時候更加堅決 更沒有包袱 因為你已經大比分領先了 不論是在於心理上的層面 或者是技術上的層面 這種大比分領先 對球員會有一定的幫助 那這樣子目前的一個結果 黃振庭2比0領先 而且在第三局還是有優勢 是不是有點出乎你的意料 對因為 在賽前的時候 可能會認為說 雙方可能會形成比分上的拉舉 但是這場比賽看來 丁翔恩確實是打法 凶狠沒有錯 可是 在於今天的表現 在於凶狠的情況下 可是自己的無謂失誤也確實有點偏多了 對 準頭確實沒有找好 暫停結束 黃振庭的發球 主動想要挑 結果挑出界 送給丁翔恩第6分 那黃振庭這一分就很關鍵了 這個發球是會變成平手 還是他能夠拉開 來 OK 哇 結果這個 進台的時候 對 丁翔恩又是一個非受過失 對 啊 哇 這個 丁翔恩 現在可能真的覺得 喝涼水都在牙縫 這有可能是心態的問題 因為畢竟他們那條線 原本想說有張濟克一個人擋在那邊 然後可能就 會比較想說能打到哪就盡量打到哪 然後當現在他們那條線的張濟克輸掉之後 想說晉級四強的機會一出現的時候 有些選手可能會更加興奮 然後有些選手可能就會想說 就更有壓力 因為想要去打進那 擠進那前四強 哇 丁翔恩剛才又是想要主動攻擊 再度發生失誤 對 現在讓黃正廷再拿三個橘末點 我丁翔恩你可以看他臉上的表情 就怎麼打都不順 還是得要主動的一個進攻啊 對 雖然 無謂事物多但是 畢竟他就是自己的打法 還是要堅持自己的打法 是 黃正廷還有兩個橘末點 好 丁翔恩利用擦汗的時間也冷靜一下 前兩局都是讓黃正廷拿到 雖然第二局拿到的過程比較辛苦一些 哇 又是無謂失誤喔 結果丁翔恩的非受破心失誤讓黃正廷 再拿下第三局 現在讓香港一哥黃正廷 取得了3比0的絕對優勢 這場男單16強的比賽 香港一哥黃正廷 目前是3比0領先 韓國選手丁翔恩 而在這邊呢 是原本第四種子的張濟科 是分在這一條線 但這條線現在空出來 少了最大的擋路石 變成人人有希望 現在看起來 黃正廷 很有機會在這邊出現 現在就看丁翔恩 是不是能夠來絕地大反攻 像在黃正廷 他雖然在大比分是3比0領先的優勢喔 可是他在心態上 絕對不能過於保守 還是一樣要繼續不斷地發動攻勢喔 是 因為他畢竟他面臨的選手 是比較屬於兇狠的 他前面會有所無謂失誤 但是如果說你心態過於保守 對方又開始準頭 又開始上來 在命中6開始上來的情況下 他可能自己會慢慢地會 會面臨到比較艱辛的問題喔 所以自己還在這種大比分領先 還是要繼續地發動攻勢喔 黃正廷 這次的掛王讓 丁翔恩現在3比1領先 不過在第二局黃正廷 也是從0比6開始追趕 好球 黃正廷剛才的正手主動 打一個對角線 打一個對角線 哇 好水啦 好球 這個環排太漂亮了 對 哇喔 丁翔恩想要 發狠進攻 結果被黃正廷完全給逮到 對 這黃正廷是有所準備吧 對 他 畢竟他確實在反手 這個能力確實非常的出眾 因為 因為 就直接往黃正廷的正手位去突破 真的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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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 那 這個 就 這個 沙瘟 那 這個 就是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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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呢 頂小安有點好像搞不清楚到底黃正廷是要發長的還發短的 畢竟黃正廷在發球那一下的時候 確確實實的把側旋的成分給摩擦下去 所以有時候可能在第二跳 到底有跳出台或沒跳出台的情況下 會有所猶豫喔 黃正廷剛剛這個切發球非常的精彩 連追2分 從落後5分追成下來落後3分 黃正廷 他也發生了非受迫失誤 現在給了丁祥恩四個橘末點 反手 丁祥恩第一個橘末點就解決了 所以11比6現在韓國選手 韓國選手丁祥恩在第四局扳回一城 不過現在在第五局黃正廷仍然是擁有3比1的領先優勢 現在第五局是要由香港一哥黃正廷先來發球 哦 在這一局可能就要比穩定性了 對 現在就黃正廷也自己要小心丁祥恩主動去變現到他正手位置的時候 對 對 結果丁祥恩連續兩次的非受迫性失誤 送給了黃正廷這兩分 想必他接發球一樣會繼續把球拧起來啊 對 黃正廷的反拍真的不錯 對 有各種的變化 因為他 不用像橫拍一樣 想要去擊球上步的時候 還要故意調整手腕 甚至還要刻意抬軸之類的 對他就很自然的就 就走球的上步 甚至稍微把板頭往下垂的時候 還可以再去摩擦球的側步 對 所以有時候回球過來的旋轉 甚至回球過來的線路 會跟一般的橫拍回擊過來的不太一樣 對像這樣子的一個 這種傳統 比較傳統握法的選手 雖然元數越來越少 但說會絕種 當然也不大可能 還是會出現這樣子一個選手 對 只是這個握拍方式 確實 這個缺點在哪裡 確實不太好練 這個缺點在於中路的位置 對 因為他 就跟橫拍一樣 你在反手 反手左來左來 右來右打的情況下 在於中路的位置的時候 總會猶豫說到底要用反手還是正手 對 那個拍型如果調整 欠缺個零點幾秒 就會品質有所下降 剛剛頂小安就真的是攻擊黃振廷中路的位置 拿到了第五局的第一分 對 這五分都是頂小安的非受破心失誤送的 又是頂小安出界 黃振廷現在6比1領先 黃振廷曾經在4月份的亞錦賽 擊敗過世界第一高手馬龍 拿下了亞軍 哇 丁小安現在是烏肉偏縫連夜雨啊 怎麼打都打不順了 其實有時候選手遇到這個狀況 確實也會蠻 懊惱的 是是 阿呦又掛王 8比1了 就感覺我每一個球點 我都對到點了 我也可以發力 我也可以拉進去 可是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一直失誤 其實有時候確實 遇到這個狀況也蠻懊惱的 總算拿到第二分 不過這個時候韓國隊的教練 一直沒有喊暫停 這我也 這個時候 對不起因為 可能是比分 對可能是比分一次打得太快 我們沒有注意到 是 我記得前一次的暫停 應該是香港隊這邊喊的 現在丁小安 基本上就是 好 反正貨數去打就對了 對 就跟你比兇的 對 丁小安連拿兩分 現在反正丁小安就是 每一球每一球 每一拍每一拍打得比 打得更狠就對了 對 要不然的話 可能就沒什麼希望了 王振庭 兩發 哎唷 真的 這樣子打法還蠻有效的 對 這種大比分落後的情況下 命中率反而高起來了 真的 這個 反而是打起來沒有負擔 哇 哦 也是一個反派的得分 是 這打的 丁小安 是完全沒有反擊的餘地啊 現在已經9比5了 黃振庭 距離賽末點只差1分 正手 哦 這一下想拉支箭的時候 右腳重心撐住的時候 可惜最後 出拍那一下 自己腰部中心有點閃開掉了 自己也 自己 這個 廠商也會發生這種情形啊 給自己說 哪邊做不好 對 黃振庭 的 賽末點出現 這應該是賽末點 不只是橘末點 對現在更正 賽末點 四個賽末點 先救一個回來 丁小安 不到最後 不要放棄比賽 黃振庭 改變戰位 反手 哦 改變戰位有效 黃振庭今天的改變戰位 都發生了效果 所以最後在第5局 11比7獲勝 黃振庭 也以4比1 打敗了丁祥恩 晉級到了8強賽 香港一哥 是不是能夠順利擠進4強呢 但起碼這是一個好的開始 對 我們今天所有的轉播到此告一段落 但我們在明天呢 仍然會持續為您帶來這一次的市警賽 在最後一天的轉播 也請您繼續鎖定 11 Sports 今天非常謝謝您的收看 也謝謝 王里忠義先生 提供我們這麼精彩的解說 謝謝 再會